李亚鹏和网红之间的对话 引发了外界的舆论的斥责 作为一个男人 他能有什么样的坏心思 可以征服天后王妃 可以纵横情场 可见是一个高情商的男人 但是没想到 因为一个词语 得罪了皮佑的粉丝 不得不说 没文化真可怕 李亚鹏再一次坐实了这个头衔 吃了没文化的亏 零妖没文化真可怕 作为王妃的前夫 李亚鹏我们并不陌生 早年间凭借林狐冲一角色走红 也算是一个古装男神 多年来混迹娱乐圈 时常可以看到他的边角料 在经历过婚姻的失败后 事业遭受了一定的创击 李亚鹏将目光放在了短视频上 一改往日的霸道总裁范 开始接地气地走进了民间 相比较其他人 晒豪车炒作 李亚鹏走上了李子柒的道路 创作的素材 多以田园峰为主 对于当下的很多人来讲 生活的高压之下 多数人都在努力拼搏 虽说大城市中灯红酒绿 但是更渴望回到儿时的田园生活 李亚鹏作为商界中的精英 放低姿态追求原生态 恰恰拿捏住了观众的心 在他的视频中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典故 不少人都觉得他有内涵 一些名人语录 更是让众人觉得他的气质不一般 实则人设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刻意的强调 反而成为了诟病和笑话 做短视频无可厚非 这是当下最为热门的职业 不少明星纷纷加入 足见其背后的利润有多深 尤其是在威亚这个大主播 直播带货一姐翻车之后 直接被罚13.41亿元 越来越多的人见识到了网红的含金量 侧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李亚鹏是个聪明的人 只是不断地秀文化 输出一些高端的作品 也要切合实际的条件 真正的有文化的人 并非是身着朴素的衣服 来念文案 而是一种内涵 在李亚鹏和皮佑这件事情之前 李亚鹏就遭到过很多人的嘲讽 崇洋节的时候 李亚鹏身着古风 介绍崇洋的典故 他声称明代张大云说 久违杨树 其日与月并应 顾约崇洋 但是真正有文化的人 对历史有过一定了解的人 心中非常诧异 众人纷纷指出张大云说有问题 李亚鹏本想文粥粥地表示 这句是出自张大之口 但是没想到云就是说的意思 弄巧成桌 给人一种没文化的感觉 虽然他已经道歉 但是粉丝并不买单 也有人觉得这是工作人员的失误 造成了这样的尴尬的局面 但是作为公众人物 明明没文化 一直想要贴上这样的标签 不觉得尴尬吗 李子不足以支撑面子 最终只会被打链子 可能李亚鹏自身 就不明白张大到底是谁 只不过为了迎合作品的风格 贴上一个有内涵的标签 强行秀文化 而李亚鹏又一次闹出了笑话 依然是被嘲讽没文化 在很多人的心中老师 是一个神圣的职业 但是在当下的社会中 显得格外廉价 林二又吃了没文化的亏 提到皮佑这个名字 常常看短视频的人 都不会觉得陌生 凭借机车女神标签 加上完美身材的衬托下 她很快红遍了整个网络 但是在这个女孩的身上 掺杂了诸多的非议 在皮佑成名之后 网络上爆出了很多不雅照片和视频 搔手弄姿的模样 与当下清纯的人设 完全是两个姿态 对此皮佑出面 表示以前做网红不是很赚钱 为了维持生计 所以兼职拍摄了一些大尺度的照片 大方承认照片确实是自己 但是视频并非是本人 对于这件事情 也呈现出了两极化的争论 有人觉得皮佑太封臣 也有人觉得他非常的坦诚 这件事情之后 他不仅没有人设他方 反而事业越来越好 而李亚鹏的合作伙伴 小雷称这样的一个女孩 为老师 也是惊掉了众人的下巴 商界中的精英人士 与网红丝混在一起 称呼对方为老师 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 很显然 在李亚鹏的概念中 皮佑的火爆程度 已经远远地超过自己 在这方面欠缺一定的经验 这样放低姿态 说不定对方可以传授经验 只是没想到 从前树立的人设过于文化 如今为了博取众人的关注 竟然卑微到了尘埃里 着实让人觉得不齿 为了可以流量变现 娱乐圈中咖 都这般的低幅 互联网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只有个人素质过硬 有话题有热度 在团队的运营下 很快就可以窜红 相比较李亚鹏 皮佑确实是他的老师 因为皮佑完全结合两种因素 不仅个人素质过硬 而且话题和热度 一直都只增不减 和梅尼耶炒CP 与其他的车行大佬探讨 一个女孩子对于车的了解 远比一些老行家还要多 这就是皮佑最大的亮点 可以让每个男人心中激动的 一定是汽车的发动机响声 鲜少有女孩子 这般的喜爱车 要知道不少女孩的心中 车仅仅只是物质衡量的一个基础 但是皮佑不同 他真真切切地融入到了男人的内心世界 凭借娇好的外表 可谓是风靡一时 美女骑机车这样的作品 本身就是一个焦点 但是作为围观者 众人是喜欢机车 还是皮佑的身材 随着走红之后 机车在他的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少 反而混入到了上游社会中 不过在他称网红为老师遭抵制 李亚鹏的回应量了 他也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复 引发对方粉丝不满 李亚鹏的一句只是礼貌而已 立刻把问题从朋友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 毕竟他的这番回复里边 话里话外又一副瞧不起的样子 着实惹人烦 林三杰与这是李亚鹏拍多少典故 都达不到的高处 在网红这个圈子中 皮佑也算是李亚鹏的老师 在某些知识领域层面 他比这位商界精英懂得多 所以李亚鹏称呼一声老师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只是老师是一个神圣的称呼 皮佑是否担当得起 如果真的可以交给对方一些领域中的知识 也算是实至名归 对此你们怎么看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美颜不闻娱乐社 我为了解更多精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